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牛皮的男人 竟然徒手用木头给儿子打造了一辆星际飞车 只因儿子在路上看到别人的玩具车特别羡慕 想体验一下却被无情拒绝 男人上前恳求也无济于事 看着满心失落的儿子男人暗暗决定不再让孩子羡慕别人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让别人羡慕自己 出门在外面子是自己给的 虽然买不起但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更好的 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罗马 但有了手艺在身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罗马 而是一个能干的罗马 为了尽早实现这一目标 男人也是不吃不喝潜心研究收集资料 终于星光不复赶路人在他一番精心打造下 耗时两天段终于制作出一辆狂拽炫酷的星际飞车 邻居看到成品后竟纷纷呆立当场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男人精湛的手艺和精彩的创意佩服的五体投地 儿子更是一脸骄傲和自豪开着这辆车走到哪都是焦点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实现这一牛批创意的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製作出飞车的基本框架并配备了电池作为动力 经过测试车架能正常启动行驶 如此便可进入细化阶段 男人将车架打造出极具科幻风格的圆球结构 从雏形来看就已经充满创意别具一格 但这只是基本为了让其更加炫酷 随后男人要用木头制作出两个超大的车轮 车轮作为飞车的重要部件 男人制作的也是特别的小心自信 毕竟一个不小心好不容易拼装起来的木板都得报废 车轮制作完成并将它们安装到车架上后可以发现 超大的车轮让整个飞车显得霸气侧漏 而这只是它展示想象力的第一步 后面它将要制作的装备所展现出的创意更是让人惊叹不如 我设创意更是让人惊叹不如 在它精湛的手艺下很快就用木板制作出车辆皮肤 并将它们安装固定在车架上后 这款星际飞车的主体结构就已成型 但这还远远没达到男人想要的效果 它还需制作一种重要部件来进行升华 那就是这一组组用木头制作的齿轮传动作 全部制作完毕同时将它们安装完成后 一款狂拽酷炫内部复杂外形科幻的飞车就呈现在眼前 拍出去瞬间引来了众多学生的惊叹和称赞 不得不佩服男人精湛的手艺和精彩的创意 儿子看到这款特意为他打造的飞车后 也是开心的像个八岁的孩子 不但有了自己的专属车 而且还成了全村的焦点 那么对于这辆徒手打造的星际飞车 你能给他打几分